嗨,大家好,我是Mia 今天继续我的水彩挑战100伏 第43伏甜椒 首先用铅笔在水彩纸上画出线稿 画出大轮廓之后 用铅笔收缩 把多余的痕迹擦出干净 然后开始上色 我这里用到的颜色已经摆在了调色盘的右方 用的是黄色,后面的一个用的是红色 首先是大面积的平图 平图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前后关系 前面的要颜色亮一些 后面的稍微暗一些 还有就是阴影的地方要稍微暗一些 然后最好是把我们高光留出来 最上面的地方留一些高光 然后再来一边 果肉的部分画完了之后 我们来画它的地 这个地是用浅绿色做大面积的平铺 用深绿色来做阴影和暗部的叠加 这里呢我们在画暗部的时候 也可以加一点它本身的颜色 就比如说黄色的彩胶加一点点黄色 那个红色的彩胶加一点点红色 这样的话有一个环境色的呼应 整体画面看起来更自然 最后别忘了加上浅浅的投影 视频看到这儿了 给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呗 我们下期再见哟 拜拜 拜拜